你看啊 很多父母要想生二胎三胎的时候 都会用一套话术来骗大孩子 或者前面生的几个孩子 会说什么呢 给你做个伴儿 怕你太孤单 怕你以后养老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商量 跟我们养老的时候 养老的重担只落在你一个人头上了 然后到时候有分担养老任务的 这不好吗 也有很多独生女呢 真的是能力比较差 可能的独生女呢 是被父母用低层班养大的 然后他轮到给父母养老的时候呢 他真的觉得不划算 觉得很累 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如果你父母真的给你生了 其他的孩子 那你还要猜 不爱女儿的这种父母呢 不管他是生一胎还是二胎 还是多胎 他都不会爱女儿的 这不是因为这个 所以说这种独生女 他就希望说养老的时候有人分担这种什么养老义务 但是真正的呢 非独生子女呢 在这个养老问题上呢 说遇事儿没人商量 他们到底要商量什么呀 商量什么呀 有没有人告诉我 非独生子女到底能商量个什么呢 名字是商量养老送中 杀养老人 按理呢 是忙着偷钱 偷偷翻 老人的存折房本 你看啊 你好 说什么 人家怕你以后养好了 给父母养好了 没人商量 要不就说 给你做个伴儿 做什么伴儿了 如果小孩自己能做决定 我猜百分之一千都想当独生的吧 所以说你最多也就剩一个孩子 别说那么多 还有一个北京网友说 独生子女并不需要跟谁商量 他们代入的是自己干啥都要 是自己从小干啥都要跟人商量的习惯 我父母他们也喜欢 兄弟姐们区区 我看着就跟脑发育不完全似的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感觉是脑子不好用 你看这种商量什么呢 商量谁当坏人决定八卦 这是一个湖北的网友说 独生子女当然是不用商量 商量都什么呢 商量的怎么样把养老人 善养老人的责任推给其他的兄弟姐妹 独生子女不用商量 所有财产都是自己的 非独可不一样 官司多的呢 还有的说呢 救命 你拿钱啊 你也太不孝了 你孝顺这几年咋不把你妈借到你家 我老婆二胎了 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钱呢 才换了车哪有钱 还有的说呢 没啥可商量的 商量就是谁八卦 八卦八卦八卦谁招呼谁出钱 出多少钱 这事大概三个和尚没水吃 还不如一个人拿主意 一个人挑水吃 三个和尚就没水吃 然后还有一个广东网友说 一个人的义不放股 一般人的个怀鬼胎 商量不是 商量给不给八卦八卦 找人商量 并不 其实就找人单则 商量老人在谁家 一三五二四六 商量医药费 一人出多少钱 商量遗产怎么分 最后商量不妥 感情破裂 对不工程 所以呢 就是那些独生女或者独生子 羡慕什么 互相商量的 这些就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是被父母 尽心经历养大的 但是呢 你给你父母养老的时候 你觉得责任单 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如果说父母对你 没有尽心经历 当然是心里希望是有人分担 但是呢 一般来说呢 都是最不被带下的孩子 落到最多的养老责任 出最多的养老成本 所以这种这种孩子呢 就蠢 就愚蠢 你得觉醒了 就你父母对你没付出 你就不要回报那么多 你不要说为了证明 你父母对你的这种不付出 是对是错的 然后你就拼命的付出 证明父母错的 那正正父母下话 父母就会觉得你 你看我没对你付出 我还见个大便宜 就拼命占你便宜 所以说呢 这种人呢 就这种坏逼的父母呢 你就不用改变他 就远离他们 抛弃他们 就是 就是 最好的 如果抛弃不了 就也把小时候对你的虐待 对你的这种忽略 对你的这种刻薄 刻薄成本 你也用最低的成本养 这才是符合能量 少人恒定论 为什么中国的矛盾这么多呢 很多人呢 是什么呢 父母没有出什么成本养 可是呢 他非要在这个子女多的家庭里 寻找存在感 非要付出那么多 其实呢 又不是真心爱父母 又讨厌父母 比如说确切死爹 这是真的特别嫌弃的父母 他又非要假装孝顺 他是什么呢 要抗鼻炎直开 来孝顺自己的父母 给自己脸上增光 满足的去让他自己心理平衡 可他心理仍然不平衡 他把力气发在缺姐身上 因为缺姐是个没妈的 妈死了的孩子 他发在缺姐身上 所以说呢 在她的这个家里 活得真是不如 寄居旅馆 还不如在旅馆呢 其实缺姐 把他定位成旅馆 都是给他定位高的 旅馆都没人这样的虐待 这样的吸食 缺姐的心理能量 否则确切会比现在 会有出息的很多倍 他完全没有用过一点成本 培养过缺姐 完全就是偷食 劣食 掠夺缺姐的精神能量 所以他呢 他死的时候 缺姐看都不看他一样 就让他缺姐的那个姐 那个假行星的姐 和他和天风下的屌子 去商量去吧 你不是商量谁八卦吗 他那到底谁商量 谁出的主意八卦 他不知道 本来葬礼 谁出的嫌 缺姐也不知道 不过问 这就缺姐做到的 所以说你不能断亲的人 还要什么 跟这个 关系就不好了 兄弟姐们 还要纠缠 然后牵扯拉扯 那就是你们自己活该了 下不开了 你看缺姐跟这个 这个亲姐 断交关系 我跟你一发现 他这人是个小人 反复的验证 他是个小人 那他那下的小点子 那就是一个恶狗 那缺姐就是要抛弃他们 理得不理断六亲 就来自这种的垃圾家庭的 你除了断六亲 没有任何办法 包括那湖北那网友 缺姐跟缺姐聊了八年的 澳大利亚的那个湖北的网友 前的日子让他老公 登录那个Telegram找缺姐 让缺姐再帮他骂他妈 他又回国去跟他妈 跟他妹妹去纠缠 我说你都已经跑到澳大利亚 就别纠缠了 一谁都拉黑 连你妹妹都不用理 你妹妹不是什么 这个知人图报的 也是挺混账的 喜欢占便宜的 这种人就不用管 他还要什么兽母情节 还回去 跑他的妹妹家里 去保护他妹妹 因为他妹妹被他弟弟威胁 找到他妹妹家里 就丢下一句话 你自己斟酌 因为他妈呢 他爸呢 威胁他妹妹 就是够不到他了 就威胁他妹妹 就想敲诈啰嗦 他妹妹 他妹妹害怕了 就哭着敲他 他又回国去了 我说要不你就把你妈打一遍 他又打不过 他老公就还在澳大利亚上班呢 回不去 就他自己一个人回去 他又打不过他妈 又打不过他弟弟 打不过他弟弟 那就是干去挨打的 他又来找缺姐 缺姐本来就烦 我说你还纠缠什么呀 你妹妹能够就是黑你的钱是吧 借了5万 8年前 7年前借了5万 只还了2万5 现在还不还 然后他妹妹还非要 这个很奢侈的生活 品质 一直哭穷 钱故意赖的不还 当初借钱的时候 确认就跟他说 你妹妹肯定是占你便宜的 肯定想赖账的 你就等着瞧吧 我说你妹妹管你借钱 你说借就借 我连个借条都不打 我说你妹妹又不是没结婚的 结婚他有老公是吧 以他老公的名义管你要钱 你要回这钱 你就成为要成仇人了 结果他跟他妹妹 果然就快差点成仇了 他还不断呢 我说那你就2万5你就当着买个家去 你就扔了吧 他不听 他还要什么姐妹情长 还要纠缠 而且他对确计这个网友来说呢 他用不着你的话他来找你 用不着你说你跟他聊点什么 跟他无关的事 听他都不要听 所以说确计跟他老公说 我说呢 我又不欠他的 我说只有他有事了 他需要的时候他在找我 平时我跟他聊天 你都不理我 平时他就不理人 我说我感觉我成了一头工具人了 我说我又不欠他的 我说他自己的问题自己写去 我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我说他应该学着自己长大 他老公说那好吧 他老公本来说还是想让去江湖救急 帮着他跟他妈吵架 上次帮他就很勉强 帮着他在群里去骂他父母 他不会骂他说话特别可笑 他骂人都不会 说的都是让人听起来 完全不觉得你是在讽刺别人 只是人觉得你挺贱的 捧着别人 骂人都不会 害怕了 已经被吓坏了 而且他该发火不发火 不发火都乱发火 全早就说他了 所以一看他这种这么 用人朝前用不人朝后 那确实也不想理他 我又不求你这个网友是吧 这网友又不需要跟我见面 又不需要跟我长期相处 我干嘛就是 不要跟你保持联系 干嘛被你敲诈啰嗦 做朋友不是这么做的 做朋友就情绪价值 对等情绪价值 我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你得跟我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 凭什么愿意跟你做朋友 是吧 我想跟你聊点我想聊的话 你就不耐烦了 你看都不看 半天都回不了一句 我凭什么打理你 只有你有事 花着我的时间 我的经历 我的心血 凭什么免费给你用 所以说确实不想打理他 那你自己也看着办吧 做人就是这样 对谁确实都是这样 所以说我呢 肯定是付出多的那个 我不在乎 但是呢 你不能说五指尽 没底线的压着我 那我就先抓了 不干了 大秒断交吧 我对我来说 我对你没需求 我对任何人都没需求 我对任何人我都能自己自作 我该给你的时候 我可以给你 就是我想跟你说我给你行 但是你要没完没了的压榨 不回报 那就算了 我对任何人都是这种 这种态度 不用说血呢 现在缺姐终于破了有缘脑了 所以缺姐做这节目 也是有点帮助 缺姐本来最难破的 缺姐从很小很小就破了血缘脑 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破了性缘脑 就唯一这个有缘脑一直没破 所以缺姐就想明白了 哎他妈做不做朋友 对我来说我自己跟独处 我还挺开心 真的特别开心 特别充足 我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事 我一直在学习 学习的经历 就是狠话经历这件事 真没那么多精力 维持什么友情 包括缺姐在官方语言学校里 语言学校里 这个语言班上 说得意的这几个 你愿意跟我交朋友就交 不愿意交拉几个刀 结果那两个 瓦莉莉亚和瓦莉莎 她又觉得缺姐这个人很可教 就想拉着缺姐 那就行吧 你愿意找我就找 我不愿意找我 我有自己的玩法是吧 你愿意跟我交我那就交 不愿意交我我还真不稀罕 缺姐就是对朋友就是什么 愿来来愿走走 所以说缺姐现在终于就又成熟了 又前进了一个台阶 我终于破除了我的有缘呢 本来一直缺姐对澳大利亚女的网友是有执念 我想帮她 但现在我想我干嘛要这么想帮你呢 你的路你的英国你自己承担 我干嘛要背负你们家族的命运 承担你们家族的业力呢 那是你自己自找的 明明你跟你们家拉黑了 就不用再联系了 不用再回国去了 就挺好的 她非要去纠缠 那是她自己活该 承担什么优惑 那都是她自己活该的了 光我屁事 缺姐终于破除了这个有缘闹 包括这个瓦莉莉阿巴尼莎也是 愿意跟缺姐交往就交往 不愿意交往垃圾不倒 无所谓 包括那个在语言班上 一直对缺姐有这个想法的 那个纯小王也是 我框架一开始就是给你摆出来的 最多也就是友情关系 本来缺姐框架就是陌生的同学 不需要联系的同学的关系 但是那个小王他一直是 不穷追不舍 那缺姐就顶多我说了 那就咱们就做一个 就同样的是从德国过来的 半个老乡的关系 这种友情的框架 其他再多的我也不想跟你做什么 是吧 一个你未婚的小伙子 我一个已婚的大妈 跟你已婚还不一样 如果缺姐面对已婚的小伙子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有什么 是吧 反倒不会比较放松 比较随意的 比如说缺姐现在是在暑期班上 有一个这个从巴西来的这么个小伙子 这小伙子是富二代 你看小伙子就是那种富二代 心眼不坏 但是脑子不怎么好使 他跟缺姐一起出去玩 就是我们是班级组织的 带他一起出去玩 缺姐就跟他比较放松 就跟他一起结组什么的 就比较放松 拍照的时候 就互相勾肩搭配都可以 因为缺姐知道跟他没有什么 他对缺姐也没什么 他只是意识性情 他觉得有个女的 他知道缺姐多大 比他大了二十岁 他知道缺姐已婚 那缺姐知道他已婚是吧 这就好说 这种我给你勾结搭配 拍个照 合个影 大家合着群照 这就无所谓 因为知道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决动 就跟那个原班没结婚的 他为了摆脱他的前女友 这种关系就难相处 因为他是有这种择偶的需要 他还有 对女人还有性需要 所以说缺姐就不能拿捏这个尺度 我说我跟你 也勾肩搭配 搂搂抱抱 还来两个Besos 那我缺姐就不能 不能掌握这个尺寸 是吧 不能掌握这个进度 你的进度条到了那种 你想把我推倒的那个程度了 可是在我的进度条 就是普通的同学 加小老乡的关系 顶多就是友情的关系 那我就不能跟你勾心搭配 更不能跟你搂搂抱抱 更不能跟你脸上来两个Besos 就不可能像那两个瓦莉莉 然后瓦莉莉 这两个大妈对这个小伙子表现的 又是当面熊抱 环抱 又是脸上巴巴的来两个Besos 那 因为为什么他们俩可以做这种举动 确姐不能跟他做 因为这小伙子对这两个大妈没有任何想法 只对确姐有想法 确姐早就知道 终于知道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确姐以慌 他只是不知道确姐年纪 后来确姐就故意的很抢那口 他我年纪比你大了17岁 他还是没死心 他还是对确姐有执念 因为什么他一开始的设定就是 我要把你带到床上去 我要把你推倒 他没有实现他的这个欲望 他的这个执念 发展成执念了 他就非要得到 他非要睡到你而为止 他才会拔掉无情 我为什么要被你当成工具人类利用 那我可没那么耍 我顶对就是给你做一个 就是这种 这种就是什么叫 社交社交官 就随意而安的这种朋友 就正好遇到了 那就 就嘻嘻哈哈 说上话是可以的 吃吃饭是可以的 肢体 肢体原本就不可能 因为我不知道你接下来是什么样子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举动 你有什么执念 是吧 你毕竟是未婚 还没走的 你像两个人都结婚了 都知道 不会有进一步的去动 那就可以放松一下 顺其自然 随便拍拍肩膀 摞摞肩都可以 这就没有那么那么封建 只是说对你这种有想法的小伙子 那却也就比较封建一点 就是很高了 我不能对你 给你任何的幻想 我这把年纪的 我生活轨道是非常孤单 我生活得很好 你不能把我落下水 你也不能毁化我的什么什么 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 我好不容易 我怕到今天很不容易的 我干嘛被你掠得我的能量 是吧 而这小伙子呢 他是没什么 他呢还很希望 制造什么的 这个准小王的制造的好像缺解 对他也有意思的这种 这种错觉 他故意把缺解跟他说的得语 他翻译成细语给原条 哎呦我操 这一次他好像是 让别人觉得 你看看不是我勾引这个你婚大妈 连这个你婚大妈 对我也有想法 他还要制造这个错觉 他妈我更不可能跟你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有什么了什么 我更不可能跟往下走了 这种就是 这种小王可能意识到了 缺解确实对他没想法 他就故意他也要高了 我估计下周六的时候 他跟缺解在 瓦利利亚和瓦利莎 组的这个局里 又要相遇 那缺解还是得掌握尺寸 不能跟他 不能给他换枪 反正下学期我们也不同学了 也不在一个班上了 见不到了应该是 那就更好了 这就太好了 这就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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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